所有的照片 影片全部上傳 所以說其實你看 你稍微厲害一點 軍事分析師 他是從哪裡來往哪裡走 看這個畫面就知道了 你太誇張了吧 而且非常非常誇張 你看像這個畫面 你有的人還可以說 這可能是路人拍的 對不對 我們來看像個那種 軍演的第一視角畫面 軍演第一視角 不得了 這不可能是路人拍的 你今天在軍演的話 這整個周遭一定都是進行區 對不對 你看 這種坦克奔馳 你說在坦克上面的人之外 你怎麼可能會拍到這種畫面 你說俄羅斯的軍人 也這麼沒有軍技 我一邊軍演一邊拍照 一邊拍照 還把你上傳 對啊 然後還有什麼 軍隊集結那種 大家例證的狀況 那種抖音畫面 也都出來 這都是現在 現在俄羅斯軍人的軍演畫面 對啊 你看這種東西 有可能是 我就問嘛 有可能是路人嗎 不可能 看到那邊然後走進去嗎 甚至他們在軍演過的時候 那種所謂的防空飛彈 那種往外面射啊 然後的直升機啊 全部喔 你在抖音上都看 你看看這個集結號 這個東西哪有可能 你如果今天是普通人 空拍機過去 你把你打下來嘛 對啊 你唯有坐在 比如旁邊有直升機在巡航 你自己拍才有可能看到嘛 然後這種火炮的布置 也全部都會放到網路上面 而且最慘是連這個防 這個視角也太棒了吧 對啊 這個一定是俄羅斯軍人嘛 然後連防空系統 還有近距離拍這個防空系統 什麼型號啊 布置在哪裡啊 你看 清清楚楚 所以這些事情喔 對俄羅斯來說 是真的很感冒啦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俄羅斯就像他們 就像我們剛剛看的 導播我們在這邊 他確實喔 拍了這種 那個海報說 不准用抖音 他不准用抖音 然後呢不准用抖音之外喔 他們要常常收聲 收聲如果發現 你有帶手機的話 要趕快把手機 需要用抖音 可以用抖音 撞新音樂 pil口 4 2 3 6 6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